好,這個就是一個你一年之內不要跳太多坑的一個警示,不然你會打錯 好,指針開始拍到我們是Her Story in East Asia 這是一個跨越台港日韓的一個女權事件部 原起呢就是2019年就是GNB的Intel International小組辦了一個台韓日港在沖繩的一個黑客森 叫Facing the Ocean黑客森 就是非常的chill在沖繩,然後突然就發現 我們到底可以跟別的國家人一起合作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就發現說我們其實來參與的女性 我們在東亞文化下可能說相同的壓迫或是有相同的問題 但我們對彼此的歷史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那為什麼我們不整理出來一個東西 然後所以兩天內就先做了一個Prototype 然後就跟大部分GNB黑客森的專案一樣就沒有然後了 然後直到12月他們又再見到我的時候 日本韓國女生就說欸那個專案很棒很棒 現在後續是怎樣 我就說呃好那我們繼續開始做吧 然後就配四次被我拉進來的年輕的肝 就是來做這件事他幫他介紹一下專案 那為了讓這件案子可以有然後所以我們就 他們就開了一個Google spreadsheet 然後由各個國家的參與者他們把自己國家發生的女權事件 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脈絡寫下來 然後再由其他國家的夥伴去翻成自己的語言 那例如說這就是日本夥伴他們在寫關於Kudu運動這個項目 然後後面就是其他國家的人補上了各自國家的翻譯 那由於前面網站的形式我們覺得還沒有辦法有效的呈現 所以後來有請設計師幫我們重新畫一個APP版的UI markup 然後首先當然功能一定要是可以選擇的語言 然後另外大家可以用你想要看的時間跟地區來進行篩選 那同時我們也有加一些hashtag 讓他們可以用自己有興趣的群組 比如說女性群組或是性少數群組來篩選這樣 那參加這個專案之後有一些還蠻明顯的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有些詞會沒有辦法有效的傳達給別的國家的人 比如說我們要怎麼跟韓國、日本、香港的人解釋母豬叫做什麼意思 然後另外現在也還很難從這些事件裡面去跟其他跨國家的人去進行互動跟影響 我們現在30秒的狀況下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合作的狀況是我們每個月會線上持續一次 所以今天下午1點到2點我們就會跟日本跟韓國同時連線 那會討論的是世界怎麼收集 然後翻譯的意思怎麼對照跟下態 那目前有些轉型的挑戰 因為已經一年了大家有點累了 然後是不是要把100年尺度變成一個5年網路事件的寫法 或者是本來是一個維基百科式的寫法 變一個更個人生命經驗跟網路事件分享 這是上次疫情的時候大家戴口罩連線 好 謝謝大家